一輛垃圾車轉彎 要開進焚化爐 但地面上躺著一條大黑狗 下一秒垃圾車直接 擰壓到黑狗 毛小孩痛到滾了好幾圈 被人發現時 傷勢相當嚴重 環保局與警方 於第一時間合作 昨天晚上已經進入焚化廠 保全證據了解實情 市長非常重視 指示 對此事要全力追查 偵辦到底 務必把所有的細節釐清 環保局對於同仁執勤中 所造成本次事件 感到非常遺憾 本局現已介入調查 並加強宣導駕駛 應遵守速限 並注意路況 這是屬於 動保類的嚴重刑事案件 該名駕駛 目前已暫停職務 除了刑事上的責任 請動保所與警方 能夠儘快釐清之外 環保局也會 靜待相關司法調查結果出爐後 進行行政上的必要懲處 最終將該員予以開除的處分 畫面被民眾PO上網 政府環保局警察局和動保所 共同召開記者會 說明調查結果 那針對這個毛小孩遭撰擊案件 警方深感不捨 一定會嚴正查處 那行為人在今天早上已經到案 對於不慎撰擊毛小孩的案件 深感奧迴 警方目前正義動保法偵辦中 動保護法它其實會有區分成 那個故意的部分 然後還有過時啦 那故意的部分涉及刑事責任 那我們這個案件會依動保法第25條 然後移行基隆地方檢察署去做判定 那去確認說它是不是有刑事責任的歸屬 所以這個案件做完之後 會把相關的筆錄跟捐證資料 都依給地檢署辦理 環保局調查之後 認為理性司機違反動物保護法 移送檢方偵辦最高得面臨兩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拘役 病科最高兩百萬元以下罰金 記者黃燒民金融報導 記者黃燒民金融 leader thank you 谢谢大家